对我 我我也可以去爱人 会任养他至少十年以上 所以我现在会更希望 我可以任养他到大学毕业 把我们的爱付出在最小的孩子身上 成立七十年的芥菜总会 透过任养机制帮助弱势儿少 提供稳定长期的辅助 并且邀请艺人六月担任公益大使 呼吁民众加入长期任养行列 帮助弱势儿少脱离贫穷循环 基本上就是希望说 全台湾的大人们如果有能力的话 都可以帮助这些弱势家庭的小孩 然后其实每一次看新闻报道 都觉得有一点内心会酸酸的 没有办法想象得到说 在现在这么富足的社会当中 居然有这么多弱势的家庭 他们可能连明天的饭钱 在哪里都不晓得 那基本上小孩子我觉得出生来 就是应该要很开开心有个童年 而不是每天要担心说 我不知道我每天的学费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的下一餐在哪里 小孩就是应该来享受爱 享受关怀 而不是每一天都在可能很困苦啊 或是很饥饿的状态之下 所以都会希望说 大家如果可以有能力帮忙的话 就帮助这些小孩 不管从小 然后到可能我们刚讲的16岁以上 有时候你知道念大学就要花更多的钱 他可能会因为经济的压力的关系 他念不起大学 这样子 我们非常的幸运 在我们的户籍的旁边 就有一个很好的国小 我们就读那个国小 刚好有一些可以去关怀弱势团体的活动 例如食物银行 然后我们就有参加食物银行 然后就让小朋友 我们也刚好参加同军团队 所以很多的去关怀弱势团体的小朋友 我们是从同军这一块出发 然后同军主持了一个 我们好像一直跟教会合作的食物银行 然后那小朋友把家里面 我们可能比较难得吃到的东西 然后捐到食物银行 然后他们再去义卖 然后捐赠就是那个得到的费用 是会捐给这些小朋友当那个餐费的基金 这样子 然后所以他们是有经过这些活动 然后也有得到奖状的哦 都有 其实我觉得很开心的是 就是就像刚刚他们讲的就社工可能没有这么多 但是我们有七百多个教会在不停的做 七百教会如果每一个教会有两百人在做这个 是不是就你知道七百乘以两百 那是很多的一件事 希望大家可以像种子一样不停的扩充出去 那我其实是看好像自己上网查的 对然后就打过去社会然后问说现在可以认养吗 然后那时候是说要排那我就说那我优先就是认养十年以上 所以你会优先帮我排 然后就现在已经第七年了 对 承诺至少认养十年的福小姐分享认养过程的心情 收到认养童的感谢信让他非常感动 今年更加码认养第二个孩子 我比较好奇的是你怎么会有这个心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蛮有意义的 因为我其实博中的时候很叛逆 然后那个时候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 然后跟我说就是其实 好像有一个小叛逆这样 我们也是这样子小时候很叛逆 也是碰到一个我高中碰到一个很好的老师 从此我就归正途了 也没有他很正 没有我们讲的正就好 然后就觉得说如果有人 可以一直支持我 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你 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也想说就是 我可以支持这个小朋友 然后一直 其实后来有点被他感动 因为其实是被他支持 因为在这任养的七年中 我有第一 前面有一段时间创业 第一次创业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公司收掉 其实很难过 可是收到他的信 他的信永远开头就是 因为我叫他叫我姐姐 不准叫阿姨 因为那时候很年轻嘛 然后他就说 阿现在还是姐姐 对对对 他要不上道才可以 他就叫我父母姐姐 那我现在过了一个很不开心的暑假 你好吗 那其实很感动 因为他每一段时间都写一样那种 你就感觉他的能量是很正向 然后很开心的 可是我那个时候 其实生命状态是比较低的 所以其实我反而被他鼓励到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不能再一直沉浸在自己世界 我应该要出来 就是他反而是你一个动力就对 对对对对 那时候是真的是这样 根据街菜总会调查 今年若是儿少认养计划 所服务的高三应届毕业生 只有76%有升学意愿 相较一般应届毕业生 有86%继续升学 凸显提升若是儿少教育机会 需要更多的支持 现在总会提供育养服务是针对 家庭里面有经济困难 而且有16岁以下的儿少 那什么是经济困难呢 就是经过我们的社工的实地的评估 家庭里面每人每月的可支配的收入 是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费 而且它是有入付付出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会持续至少一年以上的时间 我们才会来做开案的服务 这一种会在练养服务 其实已经累计超过了7000名的 弱势儿少 这一种会其实非常的重视 所谓的社区支持的力量 所以我们也结合了各地的教会 陆续已经成立了737个社区共好点 一起来为这些弱势家庭 提供一个即时性 而且可敬性的一个服务 在我们目前现有的呢 内养童的人数是4918名 在所有的年龄分布里面 其实还算蛮平均的 只有13到15岁会稍微高一点 而全部的内养童里面呢 原住民的比例就将近了四成 有39% 在整个家庭属性里面呢 我们的单亲家庭其实也有超过五成 而且隔代教养呢 其实也不在少数 有14% 在整体的家庭收入里面 既然有高达68%的家庭 他们的收入是没有到25000元的 一个月的月收入 居然还不足以现在一个人的基本工资 因为经济的压力 其实会影响我们的孩子继续升学的 最主要的原因 现在总会不仅仅只是提供金钱的服务而已 我们还包含了四个面向 包含生活支持 社会归属 自我认同 跟赔力发展 我们的生活支持呢 当然提供了 所谓的内养金跟助学金 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安心生活 安心就学 我们也提供极难救助金 能够帮助我们的内养家庭在遭逢 突发意外的时候 能够有一笔钱 能够使他们度过难关 我们也提供我们的食物银行的生活物资 协助我们的家庭能够补充 他们的生活所需还有营养 我们甚至还结合了我们的防灾教育 提升我们的孩子自我保护的意识 在社会归属里面呢 其实很重要的真的是我们的社区共好点的伙伴 与我们的社工一起提供所谓的关怀仿式的服务 还有节庆活动 让我们的内养家庭呢 可以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支持 使得他们可以有继续往前走的力量 那其实借赛总会其实他很多的精神 就来自于借赛这几个字 那借赛这几个字在圣经里面 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异力种子 可是他是确定非常有信心 他会变成一个树 所以基本精神来自于这里 所以在整个借赛总会 在整个社会慈善的过程中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于 建立这个信心 要如何让我们这些肉食的儿童 他能够长大 然后长得变成一个树 那这个树的 这个树 在长得变成一个树的时候 他变成他可以结果子 他一定也可以结果子 那既然结果他就有能力 有能量在分享 所以变成一个非常良心的循环 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 这一路走来七十年 当然相对于现在 正好我们整个企业单位 都在推所谓的ESG ESG的SDGs 那里面有一个S S就是社会关怀 那社会关怀里面当然 包括内部员工 外部的社会的关怀 所以事实上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的七十年的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真的就会 从原来的需要 我们去做服务 我们现在在开始在思考 我们怎么样子让这一代 他在科技的变化之下 环境的变化之下 他能够更为 将来他是可以变成 更为独立自主 所以因为如此 我们在思考 怎么样去培育他们 我们在思考 怎么样在培育过程中 他有知识与技能 在培育的过程中 他能够怎么样 他越有这种人际的关系 他可以把他自己的东西 可以分享出来 一变成良心的循环 小时候我爸因为车祸的关系 很早就走了 他家里就突然就陷入那种 谷底 那时候老师知道之后 就是有请全校 一起来享应这一生 就是募捐 国中其实蛮叛逆的 遇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师 觉得他其实影响我很大 对我是全然的鼓励 我没有感受过这样的温暖 所以我也希望说 如果在我的人生有能力的时候 我可以去影响这个小朋友 甚至更多的人 那有机会他可以成为一个更棒的人 疫情与通膨影响经济 根据芥菜总会统计 近两年停止任养的任养 工作有受影响 那势必家庭的收入 就会有大大的受一些更大的冲击 那我们在疫情期间 其实有针对急难救助金 或者是防疫物资包 都会轻松到这个 他们的家庭里面 让他们缓解这个一时的 在这个疫情底下的一个冲击的部分 这样子 那平常的时间 我们也就是也会去做一些 任养的家庭的一些关怀 实际上 透过每个月的这个任养金 还有就是说助学金 然后希望提供孩子 在生活的稳定上面 还有在学业上面 都会有一些成长 让他们不会觉得说 升学上面有一些困难度 这样子 那的确就是说 我们在真正指任养的 幅度上有些减少 因为任养人会主动打电话 跟我们讲说 他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 收入上有钝减 所以可能要暂停 他的一些任养的这个服务 任养的任养金的投注等等 这样子 所以就我们就会 就需要招募新的任养人 这样子 减少的比例 因为其实比例上面 因为我们还有新的开案 就是需求会更多 所以我们其实上个月 也都有将近到300个 任养同事缺任养人的状况 这样子 只要每月定期定额1000元 就能成为芥菜总会的任养人 邀请大家一起用爱接力 帮助孩子翻转未来 让梦想无尽 记者李其慧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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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